每年六月到十月下来的大厨时 因为台湾的下来的拼劲非常多 每一种的拼劲拆手机也不一样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下来应该如何吃 如何选择到不才是最好 第一个是黑肥后面已经不一样 第一个是黑肥后面已经不一样了 黑肥后面这些就不吃了 所以不能让社会者说 不够时就不够都会破坏的社会者的心情 如果两个都会担心 其实如果放在那里都不担心 都不担心 都好吃 大部分的人吃下来都是咖哭喝喝 但是贵人也表示说 好吃的下来就是要地吃趁热吃的最好应用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切好一块一块 我们酸荣大油和这是芥末 什么办法吃出来 求柔的口感 有的大部分都是咖哭的 我好像都给他们说不要吃咖哭 因为咖哭吃不够 以外有社会者说吃得多 就是切切的 切切的吃就好了 像吃水果切切的 你如果要用蒜荡大油 还是用一个芥末 我像我弄会担一遍肉里来观摩 我就用切切的 用芥末 好 因为那些人都说像在吃芥末成的 对 贵龙也表示说现在咖哩的路来品质 没输大了 有点要吃路来的民众 就不宠告咖哩来告买 南天事务聊一段咖哩以菜方报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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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